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第二段《如是我闻》 今天是28号6月 今天的題目是講到哈利波特和他的魔法 剛才上半月講過哈利波特的出版和羅臨的寫作經過 究竟有什麼東西是我們再值得研究一下呢 或者學校是不教的呢 現在不只是香港不教 在英國或美國 英語地區 或者拉丁語地區 都很少講到 但是他們的小孩子很多都是很有好奇心 都是去自己找出這些答案出來 那譬如呢 我今天會講的呢 就是魔法石 魔法石呢 這一種這樣的 神秘的 有神秘學意味的石呢 和練金術呢 是很有關係的 那當年呢 練金術呢 在西方社會 中世紀的時候呢 是相當流行的 練金術分兩種 第一種呢 是認為呢 真的呢 可以從一個低等的礦物質 經過練金術的提煉之後呢 是會成為高級的 值錢的礦物質 例如可以變成黃金 所以呢 又為之練金 練金術 那究竟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在當時的環境裏面呢 那些人是相信 是有這個可能的 那 那 練金術士的家庭裏面呢 的家庭裏面呢 是充滿了呢 這些這樣的 的 研究 或者呢 我們說那些爐啊 火爐 或者呢 一些 藥物 其實呢 就是現在所謂的化學劑 引致到呢 是不斷的研究 那這個呢 也是所謂 現代化學 這一種 學問呢 的起源 那 那 那 練金術呢 未必定 每個人都可以 練到黃金出來 但是呢 在這個 這樣不斷的 研究裏面呢 就產生了呢 科學上的 化學了 變成一個學問了 那這個學問呢 相當之有趣 傳到來中國的時候呢 中國皇帝呢 也是有希望 覺得這樣呢 是可以學習 是一個相當奇怪的 他們覺得相當奇怪 而且呢 好像魔法那樣的學問來的 第二個 練金術的意義呢 就不是從物質上講 是從精神上講 魔法石呢 是可以呢 提煉到 成為一種呢 長生不老 不會死亡的 一種呢 工具 那你知道呢 中外古今呢 由我們中國秦始皇開始呢 都是很希望 長生不老 是不死的 但是 你知道呢 這個人類 是動物的其中一種 是生物來的 有生 就必有死 這個是一個 循環來的 或者是一個 定律來的 所以呢 是不能夠避免的 但是呢 有權力的人呢 或者有財產的人呢 都是希望他們能夠 永久保留 他們的財產和權力 於是乎呢 就希望長生不老 長生不老呢 還要希望他們呢 保持到青春 保持到他們的精力 否則呢 就算給你一萬歲都沒有用 後面那九千九百年呢 原來哭了 坦了在那裏做植物人呢 那就 無無畏懷了 即使是一個 一萬歲的人呢 都 都是個 體字一個講字 所以呢 也需要青春常住 體力豐富 不能夠做植物人 那鍊錦術的另外這個 這個 方式呢 是使得人呢 是可以 長生不老 而且青春 長住的 那 那 當然呢 是成為了 一個 帝皇帳相 或者有錢老的 的稀奇 等於呢 中國 的 歷史上都說 那些皇帝呢 尤其第一個 走尋長生藥的皇帝 秦子王呢 都是希望呢 他們能夠 他們才是那些神下 可以能夠呢 幫他們找到 長生不老 青春常住的藥物 那便被徐鋒騙了 那便 綺帶了 同男同女幾千人呢 就橫道海峽 去到日本 在仙台這個地方登陸 後來呢 是日本人的 總先 好了 那講回呢 這個練金術 在 中世紀的時候呢 這個捷克 的 奧拉格 那他們有一條 練金術的行 那這個練金術行呢 現在呢 是一個景點來的 你會發現呢 很多練金術師呢 當年都住在 這些這樣的小屋裡面 真是很小 那為什麼會這麼小呢 因為呢 當年呢 天氣呢 相當寒冷 在冬天的時候呢 要靠火爐生火 燒木炭呢 來到去取暖 如果 那間屋很大 的話呢 這樣呢 就會 很難保溫 於是 他是儘量將那些屋 起到很小 來容易保溫 而且牆呢 相當厚 不是為了防禦攻擊 而是呢 能夠使到保溫的 溫暖呢 能夠 保持得久一點 如果 薄衣衣的牆呢 很快去呢 就被外面的風雪 冷的空氣呢 所溝了 這樣就變成了 室內相當之冷 那當年呢 在練金術的範圍裡面 還有一個呢 是在 所謂 練金術士的 中國人叫胡佬 西方呢 就是一個平的 一個Fusk 裡面呢 是做了一些 很呆直的小人 說呢 有生命的 究竟屬實與否呢 現在呢 只能在圖片裡 看到 那 在現在來說呢 是相當之 沒有什麼根據 是一種傳說來的 但是人呢 除了需要長生之外呢 還希望人呢 是打破到 耶教的一個 定律 不只是上帝可以做人 人呢 都可以做人 那當然呢 在英國的 小說家 這個 Mary 雪萊 很年輕的時候的小說 講到 科學怪人 的時候呢 都是用 一些囚犯的 破碎的肢體呢 來合併 成為一個 用電 那時候呢 剛剛有電器的 發言 電了 將他呢 成為 生的人 但是呢 他的這個 科學怪人呢 最後的收藏 相當之 悲慘 被人火燒 因為呢 違反了天意 那至於 長生不老呢 另外呢 就有一種傳說 就是所謂 vampire vampire呢 其實呢 就應該亦做吸血鬼 殭屍呢 是另外一種的 名稱 在中國呢 僵硬了的屍體呢 就叫做殭屍 所以呢 通常呢 這個僵字呢 是人字邊的僵 但是用帶字邊的僵呢 亦可 是一種呢 邪惡的 的東西來的 就是僵域的僵呢 那就 未知文也了 我都聽過 都沒聽過 好啊 但是呢 vampire 吸血鬼呢 是不死的 長生不老 他最多被人呢 消滅呢 那時候灰飛煙滅 他是被陽光殺死 火燒死 或者甚至乎呢 被信教的 耶教的十字教 或者聖水呢 所能夠 使到他消滅的 但是呢 在八十年代呢 在美國一個作家 在美國一個作家 Ann Rice 他寫了很多本名著 有十幾本 其實最終最出名的本呢 就叫做 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 和吸血鬼的一個 面對面的 見面 在這個 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裡面呢 講述到呢 在美國南部呢 有兩隻 幾百年 受命 又不會變老的 僵師 那他們得到長生不老 但是 在Ren Rice的宗旨裡面看到 在他書裡頭的主旨裡看到 原來 不死呢 是比死慘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幾百年受命 你在 你的人生裡面呢 已經呢 飽盡了很多 風險 有很多呢 因為跟你志同同學的朋友 都不可能好像你一樣 變成僵師 於是他們呢 他們死了 那你很快就沒有了朋友 你的妻兒 也不是因為變僵師 而變吸血鬼 所以呢 也很快就離開了你 那你一樣是孤孤獨獨 所以呢 吸血鬼並不是一件好事 他呢 最後 都是希望呢 發發脆脆 消滅 死亡 就算他不去害人 都是有這個這樣的想法 一個人呢 望長生不老 其實呢 是一個愚蠢的想法 反而呢 如果是 覺得生命可貴呢 珍惜 當下的時光呢 做有益 對人類 對其他人類有益的事呢 都是一個 現世的福分來的 好了 那麼 我們講完這個 所謂的練金術 應該還有很多事情講的 不過我暫時呢 先打住 再講一下呢 另外一個呢 在他們的藥草學裡面呢 所經常提到的曼德拉的草 這種草呢 或者是我們說樹根呢 它是人形的 有男有女的 在傳說裡面呢 它樣子呢 就是一個男性的女性 但是是一個根部 那麼這種這樣的 怪物呢 它是會叫的 如果你拔它的時候呢 拔它在土面 拔它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發生尖叫 而聽到的人呢 這個草根 哭的聲呢 會殺死了聽到的人 所以呢 當時呢 要採摘這種 曼德拉草的人呢 就掩譽相義 然後呢 由那隻狗呢 幫手 那麼 當然呢 這個是一個傳說 那麼 但是實際上呢 很奇怪的事情就會發生 原來世界上真的有這種 草科植物 這種根部 那麼究竟 這一樣 怪事 怪物 怎樣發生的呢 還有呢 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今天呢 時間呢 十五分鐘又差不多呢 到了 我們下個星期呢 記得收聽 收睇 那會增長你很多知識 尤其你讀過 或者看過 哈利波特的電影 或者書 無論哪個日本的人 或者原來英文的日本的人 原本的人 都會呢 感覺到有興趣 在香港大學的校外科成績 開過一課呢 講走進這個哈利波特魔法的世界 那麼大家呢 記得下星期呢 在同樣時間 繼續收聽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我誠 武器 我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